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泰網絡大戰 就在官媒叫停之下正式結束 那些小粉紅都是不敢做事 而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也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想打完搶 只不過遭到泰國網民的瘋狂洗版 到底發生甚麼事 原來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在那條貼文當中 又說了一些令泰國網民不合聽的說話 那條貼文是這樣寫的 就說 我注意到近期在中泰兩國網絡上出現的言論 首先我想強調 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容置疑的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人 在任何場合發表任何有為於一個中國原則的錯誤言論 同時我也想指出 一個中國原則是泰國政府 和廣大泰國人民長期堅持的既定立場 網絡上個別的雜音 只能反映他們的偏見和無知 代表不到泰國政府的既定立場和泰國主流民意 網絡上個別人士 借機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的陰險圖謀絕對不會得逞 中泰友誼遠遠留場 中泰一家親就是兩國關係的真實寫照 在目前這條貼文已經惹來了超過一萬六千個留言和洗版 而且不少都是泰國網民 因什麼解救他們會這麼激動呢? 第一件事就是 這群泰國網民覺得他們的主流民意是被代表了 為什麼你這個中國駐泰國大使館說得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泰國主流民意 你是不是做過相關的民意調查呢? 是沒有的 純粹是用你自己的口去說 於是泰國網民就洗版了 說台灣就是台灣 而且這一篇聲明寫得很差 純粹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尊嚴 大使館應該撤換了發言人 我們很尊重香港和台灣的後裔 另外有網民說 泰國政府也尚且不能代表泰國人民 更何況你這個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顯然泰國的網民就是不在這套 你中國大使館想將一個中國原則 強加於泰國人民的頭上 這個如意算盤似乎打不響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中泰網絡大戰剛剛才結束 而且又爆出另一件事了 原來中國在湄公河 中國稱為蘭倉江那一條河 原來在上游那樹建了11個水壩 於是因為去年雨季的雨量減少了 但是中國的水壩全部集住雨水 上游的雨水量就沒事 只不過導致下游大旱 這個湄公河就是中國稱之為蘭倉江 到底它的流域是流到哪裏 上游就是位於中國的雲南省 接著就是流經緬甸 老窩就是台灣稱之為遼國的一個 接著就到泰國了 所以泰國是受影響的 而且流域也相當廣闊 接著就再流到柬埔寨 最終在越南的胡志明市附近流出南海 現在在上游那樹 就集了11個水壩 當然你就沒事了 你就有充足的水份 但是去到下游 水位就比正常的時候下跌了3米 這樣來說就會對於當地的農業 淡水魚的漁業 以及當地的生態 就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你當然不會顧人 你只是顧自己 好了 現在泰國就是一種聲音 要求你中國不要這樣閘著水 要求你放水 開放這些水壩 使得下游國家的乾旱問題得以解決 為什麼人家這麼激動 當然是有原因 因為你自己寫到 說中泰友誼遠遠流長 中泰一家親就是兩國關係的真實寫照 實情友誼就是要靠互相尊重 才能夠鞏固得到 不是將一句說話寫一百次代表真實 但是你中國這樣在上游集了11個水壩 而且又不通知下游的國家 已經充分地體現出你自私的一面 還說什麼有疑 所以這班泰國網民去洗版 絕對能夠理解 至於中國經常強調所謂一中原則 最近我看了一件資料 關於美國的人口普查 原來有香港人在當地發動一件事 就是呼籲在普查當中 當你填到人口普查申報自己身份的時候 就要寫自己是香港人 香港這個身份 就是要突顯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分別 實情台灣人早在四十年前已經在做相關行為 他們就會在人口普查當中 報稱自己是台灣人 台灣人 我又覺得 既然現在有些美籍港人走出來推動這件事 當然是有心不怕辭 慢慢會確立得到那個族群的身份認同 實情我們在香港 都不是一開始就有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 比如說在開埠初年 大家可以看回當時的香港年報 就知道 那個人口統計做得很仔細 有多少人都數到 因為當時很少人 到底他是怎樣統計的呢? 又不是按照你的籍貫 不是按照你的省籍或者國籍 而是按照四大民系來區分的 分別有本地人 即是俗稱為頭人 還有彈家人 即是水上人 客家人 最後就是學老人 又稱福老人 即是敏南人 當時在年報上 就是區分了四大民系做統計的 那麼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 是何時才開始慢慢建立起來呢? 大概就在戰後了 因為當時港英政府又搞香港節 很多事情就以香港作為本位來搞 才開始出現香港人這個身份 所以目前在美國既然有人搞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又覺得那些美籍的港人就可以去響應一下 好過就這樣填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這個詞彙 在外國人的眼中 其實那個鹹義是非常模糊的 在他們的腦海當中 是沒有華人這個概念的 反而你一寫中國人 他就假設你是中國人 既然你都說自己是香港人或者台灣人的時候 不如你索性寫自己是台灣人或者是香港人 那樣就會比較清晰地界定得到、區分得到 當你填補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固然就知道其實意思是解作華人的 只不過去到外國人的眼中 大部分因為中國叫做中國的關係 相應地 中國就變成了中國人了 實情這件事是由一名姓許的女學生來推動的 他就說 眼見台灣人的組織能夠推動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活動 所以就讓他決定推動港人身份認同活動 他就說 很多亞洲人同樣都是華裔 但是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居住地 申報自己是越南人、日本人或者是韓國人 為什麼台灣人和香港人必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所以他就有這個概念來推動所謂香港的身份認同 我也希望多些美籍港人能夠參與其中 最後就說說另一宗笑料 這宗笑料是來自法國的 原來在昨天 法國的外交部長勒德里安 傳召了中國駐法國大使 來表達不滿 因什麼解救呢? 原來這個中國駐法國大使館 他們很喜歡公開發表政見 而其中一篇文章就引起了法國的不滿 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 一名中國駐法國市館外交官對疫情的觀察 裡面有一段是這麼說的 我們看到在西方國家 政客們為了自己的選票相互攻擊 提出群體免疫策略 讓普通的百姓以生命之驅抵抗病毒 相互搶奪防疫物資 將公款購得的防疫物資賣給私營企業 令養老院的老人簽署 放棄急救和易殊 養老院護理人員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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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未见得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深入调查 揭露真相 这些标榜公正客观的媒体和专家良心何在 职业道德何在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 就是这篇文章引起法国方面的不满 因为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实际上中国很喜欢骂其他国家的政府、政客 造谣、抹黑 到底你有没有跟随胡锡之所说 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 到底你说的什么养老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事件发生 或者是那些人用公款买的物资 反而卖给私营企业徒利 有没有个例子可以举出来 若然没有的话 那当然是尽量不要说 你身为中国的驻外机构 你是代表官方的身份 我真的没见过其他外国的驻外机构 是这么喜欢发表证件的了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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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